大家好我是林楚音 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 昨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带大家同步来掌握的 就是昨天立法院到底 有关于这个周休二日的法案 如何过关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 其实在昨天的3点53分之前 朝野是在协商的 但是协商破裂之后呢 蓝绿政党回到了立法院的一场 就是一场肢体的冲突 但是经过了半年的争议 这个周休二日的法案 还是在这个冲突过后过关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包括今天的四大报 因为都是这个攸关了全国劳工 接下来上班跟休假的权益 所以看到四大道的头条 当然都是过关之后 劳基法跟过去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大家都做了大篇幅的报道 进一节目当中 当然也要大家好好来检视一下 修正过之后的劳基法 到底增加了哪些保障跟福利 对你我来说有什么样的关联 但是劳基法过关 联合报还是点出了 就是对于蔡英文政府来说 还是有四大战场等着 他们分别包括就是年金改革 速转条例 同婚修法跟何时解禁等等 我们要问的是 这一连串的争议 确实考验着蔡英文执政的智慧 同样也带来对他跟其他在野党之间的 禁合关系 我们看到就以这一次劳基法修正案 时代力量其实多次都表达了不同的意见 甚至于党内的同志零十五分 他始终也是没有顺着党意投下赞成票 那么接下来的诸多战场当中 对于民进党来说 这个战友跟盟友之间的关系 到底如何发展 今天节目当中带大家一起好好来了解 当然另外就是有关于川菜热线的话题了 这已经是上个星期五深夜发生的事情 但是不论是台湾或是美国的媒体 依旧热烈讨论 而我们看到这一篇报道 是根据美国媒体 那么在中国时报上转载的是说 负责牵线的就是 美国共和党的大佬杜尔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 还透过了公关公司 花了450万的台币 大概就是14万美元 这个消息当然立刻遭到总统府的否认 但是透过公关公司来游说 其实一直都是美国政治的潜规则 包括连前驻美代表陈建仁也都说 台湾政府每年都花了好几百万的美元来游说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就要带大家一起好好来关注 台美之间没有邦交 那么是如何来透过这之间的公关公司 来进行台美关系的掌握 而另外一方面当然 不管这个热线牵起来 是不是透过公关公司 我们可以确认的是 能够让川普的顾问脱口说 去他的不甩中国的不满 这确实是大大改变了美中台三边之间关系的潜规则 只是美国这样子不惧怕中国 而且还敢呛声 这样的政策到底能够持续多久 川普上台之后会不会有所改变 而今天对于蔡英文 有关于过境到底美国哪一个城市 一般我们都会来看 这也是所谓台美关系的温度计 那么一月的出访 蔡英文到底会从哪边过境 今天也要带大家一起好好来看门道 那么开始之前先介绍一下 今天几位出席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欢迎的是 时代力量立法委员徐永明 主持人大家好 欢迎的是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李明贤 大家好 欢迎的是民进党立法委员刘兆豪 主持人大家好 欢迎资深媒体人王诗奇 大家好 欢迎台师大政研所的教授范世平老师 大家好 欢迎民进党新北市议员李昆成 大家好 好 那么接下来一开始当然要带大家回到昨天下午 劳基法修正案 可以说是一开始就争议了半年 这对于民党政府来说 确实是一个必须要处理的战场 昨天终于三读过关 我们来看一下现场 劳团青年军夜袭总统蔡英文关底 现场警力大阵仗包围 还有人指控警方使用暴力 劳团一整天为了修法抗议遍地开花 现场烧名指还有点亮台湾的手绘旗帜 这是在立法院外头 里头立委诸公激烈冲突 绿委王定宇摆住栏尾陈一鸣 绿委段一康雄抱栏尾沸泰 一步步往主席台推进 蓝尾李燕秀被挤得惊声尖叫 旁边林立禅两手互助主席台 疑似用力过度脱臼受伤住院 破笔然后坐我的脚 是不是不要这么粗暴 因为从影片上面我们还看到 像王定宇委员 他是猛掐这个陈一鸣委员的脖子 那个力道 蓝银谴责暴力 但立委不分蓝绿都有伤兵 救护车来回好几趟 立委陈曼利脚也受伤肿起来 吴秉锐甚至在推击中肋骨挫伤 那才是暴力 只要可以中农 总共党占领主义台 然后会一直不开 那立委都可以关门了 民进党家人数优势通过法案 但当中还是有人没来投票 难不成是不赞成党团立场 我昨天家里有事我不在台北 谢谢 一场羞法大战 不管是各界舆论还是蓝绿攻防 都付出惨痛代价 现在的新闻综合报道 好我们来看一下平面媒体的报纸 大家看到这话 为了抢占这个主席台 蓝绿之间可以说是彼此都挤成了一团 那么当然在这过程中过了 但是有人也受伤挂彩了 包括今天国民党 开记者会刚刚大家看到的 这个王玉敏他就说 王定宇是头号战犯 他还播了之前蔡英文 在大选期间承诺的劳工 实质中休二日并保证不会减少 劳工现有休假权益的谈话 还批蔡英文是撒下天大谎言 那么应向劳工道歉 而他们也指明就是这个民党立委 王定宇是头号战犯 我想要问一下这个赵豪 因为我知道其实昨天在我们节目当中 大家都有看到就是说 其实是一直在草野协商 而且本来感觉起来是蛮乐观的 好几个有争议的法案 不是都已经有共识了吗 为什么最后还是变成又要打一架 其实这个协商是从上周五就开始进行 而且大家不要忘记在这协商之前 事实上在委员会的时候 四个党团都有承诺说 会让进行审查这个法案 而且不会用占领主席台的方式杯葛 当然国民党说他们那个不占主席台 是只有讲委员会 不包括那个委员会 但是这个这样的论调是不是能够成立 我相信又交给选民来做一个公断 大家想看看如果在昨天 如果我们没有用这样排除障碍的方式的话 这个会议如何进行 那下礼拜五这个礼拜五还是如此 下礼拜五还是如此 所以昨天我们用排除这样的 为了让会议进行 让排除占领的方式 我们其实是不得已中的一个办法 所以昨天协商事实上一直都在进行 事实上协商也有一些结果 包括有一些法案也是 有一些修正也是在协商的过程当中 所产生的 包括吹哨子条款等等 那我们希望说能透过这样大家理性的协商 让会议进行 那我们非常遗憾 但是国民党的立委一方面要说协商 一方面又来占领了主席台 所以在昨天差不多四点半五点之间 我们迫不得已只好做 用比较积极的方式来排除这个 阻挡会议进行的方式 那个障碍 好那其实过程中 赵老师这边是不是有一些照片 大家其实真的为了要让这个法案过关 大家在这个推积当中 其实很多人都说这个立法院 来历委员不是都是在演戏吗 怎么会真的打成这样子 而且明明就有朝野协商 为什么还要这样子推积 我认为在推积当中 就是说因为一方不想走 一方想要开会 所以这个在推积 大家就彼此 不要再去讲说 谁比较粗暴 谁比较不粗暴 因为在那个当下 大家没有办法听说 你往左我往右 如果要讲的话 那吴炳瑞最有资格讲 他是一个被害者 他的他的 幸好他身强体壮 他的那个排骨没有断掉 肋骨没有断掉 但是你看他整个裤子都破掉了 然后脚还受伤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的陈曼 这个这是吴炳瑞委员的 另外一张照片 这脚很明显都受伤 那都还送到台大去做急诊 那另外的陈曼立委员 他昨天还送到医院里面去 他的脚总得像像尖隔纳米姑 所以我觉得昨天在这个拉扯过程当中 当然我们看到的是这样 就大部分 大部分其实我们都维持一个 只是把那个障碍排除的一个状态 但是当难免在这个过程当中 难免会拉扯 那个就不要讲说 谁比较粗暴 谁比较不粗暴 因為在那個當下事實上 大家也沒有辦法說 用循規盜舉的方式 讓會議進行下去 好嘞 民賢 我們剛剛看這個畫面 其實老播可以再幫我們繼續 再揍一下這個畫面 就是說大家其實就是一種 國民黨其實你們不是 已經有參加朝野協商了嗎 那為什麼就是說 還是要用這種方法來抗拒 其實民眾對這種畫面 其實都看得不舒服 其實你們畫面很清楚嗎 剛剛趙委員講說循規盜舉 你看穿白色襯衫 欸 誰的 那不是我的嗎 我這樣出手的話還有撈脖子 如果我現在動手撈趙豪的脖子 你會怎麼看 你看那種力道 這力道合顯的循規盜舉 你都取決了 我說在那個 你剛剛講說 在那個場合叫循規盜舉 你取決了 我說在那個大家互相拉扯 推擠的狀況之下 你沒有辦法要求大家 循規盜舉 我沒有說那個叫循規盜舉 我說當下那個狀況 我講說民進黨的立委很多都 送醫了好像受害者 然後想受害者是誰 實施週休惡日那些勞工 你看等於被砍架了 原本已經實施週休惡日勞工 就是砍架了 誰是受害者 勞工才是受害者 在立法院場外抗議那些才是受害者 等一下我們會實施針對架的部分來討論 國民黨為什麼要霸占主席台 老講國民黨真的是這次 老講 我們還要向民黨學習 民黨過去上一屆 佔主席來92次 所以我們未來還有91次的空間 你不要在比嗎 我們向你們學 我們努力向你們學習 好來這個 民黨過去佔據主席來的老祖宗 國民黨講得很酸 那到底這個所謂法案過關之後 到底對民眾好或者是不好呢 我們先來看這一則報導 你好 這是我們的菜單 開銷 親切幫客人點餐 動作熟練又勤快 邱小姐是火鍋店領班 一粒一休創關成功 她好開心 因為加班費變多了 我覺得加班費這樣子整體 是多了三千多塊 一個月可以多三千多塊 我覺得對我們來說蠻好的 對 很實際 加班費 議價之量 如果是在休息日工作 以薪水三萬六來計算 每小時工資是一百五十元 如果加班八個小時 救治只可以拿一千九百元 但薪制可以拿到三千一百塊 每個月增加一千二 以救治來說 第二個小時工資加發三分之一 修法之後加發一又三分之一以上 第三個小時開始 修法前每小時工資只發三分之二 但修法之後多發一又三分之二 對菜鳥員工來講 豪康也很多 半年可以享有特休三天 滿兩年從七天增加到十天 年資滿三年就有十四天年假 但勞工卻批評可能看得到吃不到 尤其是在勞動檢查的部分 就不能夠用玩票的方式 又不能夠用過去的那種模式 而是要具體的落實 整體的勞動檢查的制度 餐點好了 最苦的就是打工族 一令一休砍掉七天假 一千可以領雙背心 但現在價非了 錢沒了 39萬勞工叫苦連天受害慘重 勞機法一令一休 在吵吵鬧鬧中通過 基準點不同 既家歡樂 既家愁 三秀胡客強 潘兆文台北報導 好 許多名委員 站在頭上裡面是在野黨 怎麼來看就是這個修法的過關 包括昨天的最後還是得走上 就是藍綠之間必須在主席台上 還是上演這個所謂集體衝突 但是過關了之後 確實還是對勞工有好處吧 還是說其實不滿意 但可以接受 或者是說還要繼續下一波的修法 其實要整體的來看 其實我們等一下會談就是說 是不是有配套 而且看得到能不能吃得到 就是說像剛才勞團他們很擔心 就是說到底老闆會不會照做 那這個東西其實勞儉就很重要 那勞儉後面又搭配這個所謂罰則的問題 不過這個我們等一下再談 昨天的情況其實民進黨已經有禮浪了 為什麼什麼禮浪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並沒有說 大家一起去搶那主席台 其實是國民黨先上去了 那因為佔領主席台之後 就會有這個政黨協商 朝野協商 就針對議題的內容在談 其實有一些進展 比如說前面講吹哨子條款 或是退休這一塊 可是後來國民黨 這是我在協商的現場看到 國民黨覺得有些東西沒有浪啊 就下去 那這時候就有一個狀況就是說 那執政黨這邊是不是 昨天一定要把它處理掉 所以這個衝突 我是覺得如果要站主席台 一定會有肢體衝突 那這時候就不要怪來怪去 因為我覺得肢體衝突這東西 在這些衝突裡面一定會發生的 這個就是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就像我那時候也覺得說 如果勞團在那邊圍 會不會有肢體之間的 一定會有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過去在講 其實蔡英文那時候是什麼 陳雲林來的時候是暴力小英 其實社會運動 我覺得都會發生這些事情 我覺得這樣指責來指責去是 我想最重要的是說 那到底修法的成果如何 那有沒有一些進展 那我們得說 執政黨在一些核心的條文 還是非常堅持 比如說七天假的問題 雖然我們提了國定假日法 不過後來負債決議也沒有過 那一例一休或是兩例 或是一例一假 那最後還是一例一休 那我這邊要提的是說 這個事情為什麼會有這麼大衝突 其實跟蔡總統選前的一些承諾有關係 或是過去長期 執政黨其實跟勞工比較站在一起 比較有感覺 其實我覺得洪慈雄委員 其實講了一個故事還滿有趣的 他說有一次他來立法院的時候 計程車司機就一直問他說 怎麼那麼多警察 勞工為什麼把他鬧 以前國民黨是執政黨 多數勞工來鬧很正常 現在不是換民進黨了嗎 為什麼 因為這個司機的心中就已經覺得說 你們勞工不是 這些公益團體不是跟民黨站在一起 民黨執政了為什麼還要來 其實我覺得這是公共政策上的問題 就是說這些會不會影響到一些人的權益 其實是會的 然後你如果配套不完整的話 我們會不會看得到吃不到的問題 我想這次時代力量 在這過程裡面一直爭執的 我們不會去佔領主席台 因為我覺得這是 每個政黨對自己的定位不同 可是我們還是希望說 昨天是不是真的急著要通過 不過最後還是過了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 是不是有些承諾 比如說國定假日統一 因為當時七天假要砍了一個重要原因 就是說怎麼有些人放假 有些人沒放假 那國定假日統一不是一個 那其實甚至放哪些國定假日 比如蔣介石 大家覺得不要放他 這個不好不符合轉型陣營 那其實是可以選一些 比如鄭南龍紀念日 言論自由日這些東西 我覺得不能只是為了砍架而砍架 必須有一個完整的就是說跟勞工講說 那到底心智之下是不是能有比較好的福利跟保障 不過有個東西其實蔣萬安委員也有提 我這邊要提一下就是舉證反轉問題 過去勞工覺得說我被欠架是勞工要提證明 那這次修法 其實實在地上這邊跟蔣萬安這邊 其實都提的是 未來是資方要去證明說 我有給 你如果沒辦法證明 那責任是在你 我覺得這是有變化 這是對勞工是 一點點 不能說很大進步 一些改變 一些進步 可是未來怎麼做 真的還是要切實看 它當然影響很大 否則不會有這麼多長達 快半年的這個衝突在那裡 好 那麼其實呢 就是這個法案過關之後 大家其實最想問就是說 除了砍七天假之外 到底對勞工來講造成哪些影響 包括昨天這個假一過之後 連我們媒體記者 大家也都會討論說 媒體也是勞工啊 那麼到底這個 對我們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那麼報紙就說 這個照顧菜鳥 所以做半年 就有三天的特休 這個是確定過關了 那麼還有其他的部分呢 史奇 也就是說其實很多人 民眾你走在路上 如果去問他們說 你知道一粒一休 是什麼內容嗎 大概很多人都不知道 只知道七天假被砍了啦 對 只知道這件事情好像 爭議滿大的 大家都一直在吵 那所以在昨天通過之後 其實這個表還滿清楚的 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是昨天通過 也就是說以後 從明天的開始 我們大家就是用這個新過的法 那這個是我們現在 今年的狀況喔 就是說第一個我們來看看 那勞工規定 每七天當中 至少有一天立休 一天立假 一天休假日 那會不會勞工覺得說 那你看這還是 休假日還是可以加班啊 會不會還是看得到吃不到 我還是一個禮拜要上班六天呢 那所以在第二個部分 這個部分就是加重雇主 他的負擔 就是說好啊 如果雇主叫你來 這個休假日來上班的話 你這個雇主恐怕就要付出 很高昂的代價喔 這個加班費就滿高的 而且這個未滿四小時 就用四小時寄 沒有 那如果到了四小時的話 你就是用八小時來寄 也就是說 如果我禮拜六 跑去上班一小時 那我要拿到的加班費 是用四個小時來計算的 那所以用以價制量的方式就是 因為我要付出的成本 其實還滿高的 所以雇主說 好好好 那你們就不要來加班 你們就盡量的 在一到五的時候 把這個工作給做完 那還有接下來的 就是說 這個 規定 這個休息的時間啊 等等等等的 這些也都是 其實針對勞工的勞動條件 能夠往前改善 這樣子的方向來進行啊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說 這個 吹哨條款 就是說如果這個 你的老闆 他是沒有按照 新通過的勞基法 他還是壓榨你啊 他還是沒有按照 時間給你這個 加班費啦 然後還是 把你的這個工作的時間 亂移 你就可以去檢舉 那其他的一些配套 還包括了說 那個檢舉的電話 以及勞檢的人力啦 等等 其實這些都是有相對增加的 那還有一個比較大的爭議 是在這個罰則的部分 如果今天有人跑去檢舉 某某家企業 這個老闆 是冠老闆 他竟然一直壓榨我們 那所以你去檢舉之後 除了這個 前面提到說要保密之外 然後那這家公司 他必須受到 怎麼樣子的懲罰呢 這是一個爭議啦 就是說 現在把這個 罰的金額 從兩萬提高到 一百五十萬元 那過去是從兩萬 到三十萬 這個部分也就是 昨天時代力量 一直在炒 一直在炒 就是說 這個勞基法 七一九條之一 為什麼只有兩萬塊的罰 罰錢呢 那你只罰兩萬塊 企業怎麼會怕呢 其實不是 就是說他的上限 已經到了一百五十萬 那為什麼底樓地板 還是兩萬塊 是因為得要按照他 這個犯型的 輕或者是重 如果你今天犯型很重 那我當然可以連續罰 每次都給你罰 一百五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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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罰到你這家企業 好對不起 對不起 我一定按照 勞基法 怪怪 可是如果他只是一個 比較輕的犯的話 那你是不是也要按照 說一百五十萬 給他罰下去 如果你按照一百五十萬 處罰一個輕罪的話 恐怕很多台灣的中小企業 他們的反彈也是很大的 也就是說 當這個新法實施之後 其實很多的勞工 他們就可以自己 有比較說 那如果我要來加班的話 我的錢是不是會 變得比較高 那還有一個爭議 是說七天假的部分 就是說到底 以後我們就是 每年十二天的 這個國定假日 那以前的話 有些人可以 休到十九天 我覺得這件事情的 最大的爭議點 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國定假日 事實上 今年是處在一個 混亂的狀態 而這樣子的混亂狀態 其實也造成了不少的社會上面的 輿論的反彈 都罵西罵 譬如說 我們家樓下的那家私立幼稚園 他可能 他就有七天假 那他休假的時候 我還早上看到說 有爸媽就帶著小朋友 要去上那個幼稚園 那可是怎麼辦呢 他沒有開 那可是因為爸媽要上班 就是假期的不一致的確會在社會上面實行起來 遭遇到實質的困難 那在明年之後 好 少了這七天假 那但是另外一個部分是說 全國的國定假日是統一的 那這件事情其實可以有效的降低輿論 對於這個政府 為什麼混亂成這樣的一個批評 好來 我要讓這個有名回應一下 就是剛剛時期有特別先點到 就是說有關於這個 罰則跟吹哨子條款當中的部分 其實大家就會講說 在這個部分是不是也導致了就是 迷惑跟時代力量彼此的不同調 甚至於彼此之間 像黃國昌委員跟王帝議員之間 甚至有一些爭議 那麼到底這個部分是怎麼回事 其實救法是2萬到30萬 所以我們現在是把它提 最高到100 那就是按照那個情節 最高可以加重一半 所以剛才時期講150萬 可是你知道救法是2萬到30萬 1千多個案例合起來平均是2萬多塊 也就是說你給他一個地板以後 大家都罰地板 為什麼 因為他是地方的主管機關 沒有人要當壞人 第一個 第二個 當事情發生不是直接罰錢 你要先舉罰他 這時候可能有明代壓力來了 有地方的官說來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2萬到30萬 就罰2萬 所以我們不要擔心的是2萬到100萬 最後會不會2萬 所以我們78之一是定就是說 你若500人規模以上 你的地板不是2萬 地板是2百萬 為什麼之前引起這麼大爭議 就是鴻海也有這個事情 就是加班費還有公時的問題 罰2萬 罰2萬是侮辱郭台銘 罰2萬 不是2萬美金喔 2萬台幣是侮辱郭台銘 所以我們才說 你500萬 500人以上 我想500人以上 在台灣應該算是蠻大的公司的 所以我們才給他設定一個2百萬 至少地板是2百萬 那天花板是5百萬這樣 好來 這樣照我回應之前 我先來問一下昆誠 因為昆誠這 郭台銘本身就是新北嘛對不對 所以說剛剛這個 有沒有特別點到喔 大家媒體也講 比如說像 利根修怎麼界定 老檢會傷腦筋 但重要的是 如果記載老檢如果不確實 一樣法是白定嘛 就是大家一直講的 看到吃不到 比如說法過了之後 像郭台銘這樣 是不是還是一樣罰2萬 新北老檢怎麼辦 郭台銘不可能去罰2萬嘛 因為他企業的規模就是比較大 然後看他這個情節違反的 嚴禁不嚴重嘛 那罰2萬 那可以去查 那到底是有沒有明代 去關說只罰2萬 那或者是說 他的情節嚴重性 到底到哪裡去嘛 所以今天這一個 新的一個老計法修正出來 好 那我們是2萬到100萬 最重到150萬嘛 也可以用最重150萬去罰 不是說只罰地板2萬塊嘛 我覺得老檢的重要性 就在這邊嘛 那老檢罰下去之後 然後這個地方政府 要怎麼去做處罰 勞工局要怎麼去做處罰 你不能說這個 因為有這個法出來 那大家就直覺就說 哎呀 地方政府也不會去處罰 那老檢也不會落實 所以我們修這個法是沒有用的 老實講啊 如果說是這一個2百萬 對很多這個中小企業來講的話 他這罰了2百萬 他公司就關門了 他不用再做了嘛 所以我覺得說 這個修法 民進黨當然是執政黨 他現在比較考慮到 就是說不是只有大企業 中小企業他也就要考量到 尤其現在台灣很多中小企業嘛 所以我認為說 民進黨他不是一個笨蛋的政府 我們不可能去修了一個勞基法 然後結果發現說 這個勞基法比以前更退步 然後對勞工更不好 我想民進黨也不是笨蛋嘛 那修了這些勞基法 剛剛時期也講過 不管是對於這個加班費也好 或是對於這個休息的時間也好 或是對於罰則也好 都比以前都還要在進步 那我們也承認說 這不是一個100分的一個法案 那但是比以前的60分 我們認為說進步到70分80分 這就是執政的一個進步嘛 那當然執政 就是要面對這各種的 這些責難也好啊 勞動團體 或是說其他的這個 在野黨的抗争 我覺得這個都是難免 但是對於民進黨來講的話 必須要趕快把這個時間點 做一個結束 因為它不像其他議題 明年這個馬上 只剩一個月就要過年了嘛 那這個新的一個年度的開始 我們許多要排班啊 排假啊 或是說這個行事例等等 全部都要確定 如果說到現在 還沒辦法做一個決定的話 其實民眾啊 我現在是接觸的 我們一般的民眾 不是對於說這一個 一粒一休大家覺得說 哎呀一粒一休這樣 對勞工不好 老實講啊 砍七天假 這個七天假 十幾年沒有休過了啊 不是說這個民進黨 砍這七天假 以前就沒有休過這七天假了 也沒有這個加班費 什麼都沒有 那現在這個基層 民進黨基層的這個焦慮者 在於說 民進黨現在是國會 已經過半了 完全執政了 為什麼這個案子 一粒一休 在立法院推那麼久 一直推不動 那我們跟他解釋 就是說哎呀 我們也要朝野協商啊 對在野黨也要講 這個協調跟溝通啊 可是一般基層 基層的支持者去 就是說這個案子 如果做了 覺得正確 就趕快去做 那就算不是一百分的法案 至少你在這個時間點 你做了一個停損點 做好了 接下來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啊 這個執政這半年 只看到民進黨政府 在一粒一休這個案子上面 一直原地打轉 一直原地打轉 然後連這個蔡統統 出來就定掉了 這是週休二日嘛 那我們這個 以量之價啊 那用這種方式 來給勞工一個承諾 那我也希望說 民進黨做了之後 未來明年開始 我們說從勞減 開始嚴重 或是說我們就是 按照上面的規定 我們來做嘛 來做這個處罰嘛 那不要說 可是我想補充一句話 就是說 因為勞工是民進黨 心中最軟的那塊 所以我希望說 這個新修改的 這個勞基法 不會是一個結束 也就是說 持續的 把勞動條件給提升 把那個休假更寬鬆 把加班費 把薪資給拉 這個以後我覺得 還是可以再與時俱進的改進啊 剩下的三年半 就是民進黨不要以此為止 喔 結束了 我覺得也不會 結束一個戰場 以後就沒有要繼續打仗 沒有 我覺得持續的要推進 至少是在這個基礎上面 再往前再進步啊 讓我回應之前 我是來念一下 就是勞工的部分 因為其實勞基法 它攸關的 雖然是勞工的權益跟保障 但是雇主的部分 當然也受到了影響 比如說像特休假啦 加班費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昨天過關之後 企業主無奈說 別鬧了 回頭來拚經濟 包括這個 從越董事長呢 郭志輝 他昨天就講說 欸 用神經病來批評 他強調政府管太多 無視人才外流 用硬性規定造成 勞資對立 搞得這些政策很無聊 妨礙產業發展 脫垮公司競爭力 這樣誰還敢來台灣投資 現在變成是兩面不討好 雖然過關了 這是一個歹戲啦 歹戲不要再脫捧了 我想大家都看得很煩了 因為這場戲 本來就是個爛戲 國民黨什麼時候 跟勞工這麼緊密在一起 我看這些勞團 好像也不太願意 跟國民黨綁在一起 有點沒辦法 而且你看這些勞團 我也必須要說啦 即便昨天最激烈 也不夠200人 平常實際上 都這樣幾十個人 不然是說 大家的勞工 只是對這個議題 其實是很矛盾的心理 因為現在經濟不好 你今天如果真的 真的要用一個 一週休二日的話 那我請問你 會不會殺雞取卵 好不好 我沒工作了 所以有些是絕對 也看不到吃不到 所以勞工一般來講 對這次的勞團 的抗扎 其實我看起來 並沒有很多支持 否則今天應該是 人整個佔滿了凱盜 為什麼 只有這幾十個人 所以我覺得 他並沒有辦法 引發購名 加上他上禮拜 我又出手 動手打了 民進黨的召集人 所以我看了就是說 大家會覺得 他的正當性不夠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為什麼這個事情一直拖 我會覺得說 的確民進黨的 這個知識者是焦慮的 你今天已經全面執政 你看你昨天 本來是到禮拜五 我們覺得 那個時候應該是 最好通過的時候 為什麼拖到禮拜二 然後還要這個 朝野協商 這其實沒什麼好協商的 國民黨他的立場 就是一直要抵制 你到最後你看 你還是 你還是要強行表決 結果國民黨 還說你多數暴力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真的拖太久了 而且我們立法院 在這個東西 我們也沒有別的法院 要去做 例如說我們的產業發展 應該就出現更積極的 這個政策 不是在這個地方倒轉 那接下來還有 像同性婚姻的問題 所以我會覺得 真的民進黨 要把這個戰場 趕快 我覺得把它結束 就結束掉了 另外就是 真的是 勞動部在這個過程當中 的宣傳實在太差了 基本上為什麼 沒辦法 我覺得民進黨認為 說剛才施喜也講 這是個好的政策 我覺得講得很好 那你就大力去推 你為什麼這樣子進退為股 好像這個事情 是一個見不得人的事情 那勞動部 為什麼不能夠把這個事情 讓大家一般勞工 都能夠理解 好像宣傳力度也不大 所以我覺得真的 這個勞動部長 真的 腳印要考慮 他是不是還要繼續留下來 好 其實這個問題 我在我們節目中 討論過很多遍 就是說 一粒一休 自從這個名詞 被提出來之後 這個勞動部長 郭芳玉到底到哪裡去了 好 現在一粒一休 這個法案 修法過關了 那麼這個 爭議算是暫時解除 但是報上說 不是只有一粒一休的爭議 還有年金改革 促短條例 同婚修法 和時解禁等等 面對這些爭議 接下來恐怕 歧義會更大 那麼對於蔡英文政府來講 有沒有辦法解決 廣告回來 更多討論 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現場 我們現在來討論 是有關於 這個櫻川熱線 其實只有10分鐘 但是其實大家 已經講了好幾天 原因是因為不斷的 有新的訊息出來 今天最新的訊息是說 已經找到了牽線的 他是誰 他是美國共和黨 大佬杜爾 而且懷疑在這個過程中 給了他的公關公司 大概是14萬的美金 也就是大約台幣 450萬作為 英川熱線的代價 是這樣嗎 我們先來看這則報導 英川熱線後 總統蔡英文 接見外國媒體 特別提到 台美關係不變 究竟是誰 牽線和川普通話 也傳出是花錢 才搞定的 真的是這樣嗎 如果可以跟美國總統 為了國家通上話 14萬美元 怎麼叫開付外交 就在國民黨指責 亂指責 押錯保拉 斷絕一切聯繫的當下 事實上 蔡英文政府 正努力的 透過團隊的運作 跟川普的團隊 在討論這些 勤前溝通的一個方式 如果這個時候 我們找了美國公關公司 去做外交部 正式的外交體系 沒有辦法做的 或是做不來的 這部分後續的 整個一連串的配套措施 應該有 就是說 你要預期說 川菜通電話 美國的反應是如何 青線人先前傳出是 美國傳統基金會 創辦人佛納 還有一說是 川普交接團隊 顧問葉望輝 不過紐約時報 最新報導點出 藏進人是高齡93歲的 美國前參議員 杜爾 杜爾在律師事務所當 說客在今年5到10月之間 多次安排川普團隊 和台灣官員會面 根據報章資料 台灣花了14萬美元 約和台幣420萬元 是這樣促成了英川熱線嗎 總統府嚴正博士 這個報導本身 事實上報導也說 這些相關的公安公司的文件 也跟這次的電話 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是我們可以確認的 那就是它與任何公安公司 沒有任何關係 總統府強調和川普團隊 有直接聯繫管道 不必經過公安公司 英川熱線引起美中台 三邊角力 話題持續延燒 這次游家衛許貴雅 台北報導 范老師怎麼來看這一則報導 其實它出現的時間點 是蠻巧合的 就是隨著你看 葉旺輝昨天來到台灣了 那麼其實大家都在關注 葉旺輝這一次 所謂以私人行程來到台灣的相關 到底拜會了誰 見了誰 一個最新的訊息是說 這個葉旺輝可能到 誰的家中做客 可能到蔡英文的家裡 今晚來做客 而且可能是到 他位於敦化南路的住所 好 但是回到這個 有關於這個英川熱線的部分 牽線的可能會是杜爾 而且還是因為給了他公安公司 14萬美元這樣的代價嗎 其實這很正常 美國本來就是一個 我們叫利益政治 就美國有很多的利益團體 他透過各種公安公司做遊說 例如說我們知道 像美國製造槍械的利益團體 就很大 他也透過公安公司 來跟這些議員做遊說 做說明 所以在美國來講 他大概有一萬多個 在這個公安公司從業的人員 這跟我們在台灣 不這樣難想像 對不對 因為他遊說是合法的 合法的 他就是合法的 他那個不能叫關說 就是遊說 所以他的相關人員 都要到美國的司法部做登記 所以司法部都有他們的 所謂的基本的資料 還有他們的這些履歷等等 其實我們的駐美代表處 長期以來 不管從國民黨到民進黨 都有委託公安公司 目前我們駐美代表處大概委託了8到10家的公安公司 那有的是一年數十萬 有的是數百萬 看什麼呢 看你的績效好不好 因為他公安公司就是我幫你去 例如說你今天要什麼事情 你要找什麼部門 我幫你去牽線 但是之後呢 你還是要靠你自己去談 去跟他磋商 所以他被人等於是一個平台而已 那所以我看發生這個事情的確是 我不覺得有什麼奇怪的事情 就像之前這個1994年 那個時候林登輝去美國訪問的時候 也是透過卡西迪公安公司 那當時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後來國民黨也一直跟卡西迪維持合作關係 那這是合法的 那只是說我覺得這個時候 司法部為什麼會釋放這個訊息出來 這是我覺得比較意外的 因為這個消息 為什麼應該不是公開的 那透露給媒體 我自己有一個感覺 這是我自己猜測 就是說是不是因為川普跟這個 蔡英文通過電話之後 中共非常的惱怒 然後他說嚴正交涉 然後這個中共外交部叫嚴正交涉 他跟誰交涉 當然是跟現在的國務院交涉 現在歐巴馬的政府 對嘛 那個不是 歐巴馬又不是我做的 對不對 他要承接一些中共的抱怨 就會不會是在這個情況下 故意這個 因為我們知道 司法部下面還有一個 當然除了這些公安公司 都必須跟司法部做登記跟報備之外 當然我們看到司法部下面有一個單位 就是調查局 是 FBI 就FBI它有兩個種身份 一方面它是執法單位 但它又是所謂的情報蒐集 所以會不會把這樣一個資訊 透過這個媒體來放出來 然後來這個 等於說是你看這個 並不是這個蔡英文跟川普見面 其實是有透過這樣一個公安公司來做 好像來打 某種程度就是打臉一下小英 所以我會覺得 是不是有這個政治陰謀 是值得懷疑的 好 我要請徐永明委員來回應之前 我先來翻譯一下 這個范世民老師的說法 就是說像我們如果 政黨輪替之後啊 之前是國民黨的政府 然後後來變成蔡英文的政府 然後所以說現在的這個 就是美國這邊還是這個所謂共和黨 就是民主黨還是歐巴馬 所以說就是民主黨放出這樣的消息 來就來打臉線的共和黨嗎 所以包括 其實我想問一下就是 那所以這個時間點 就是美國共和黨的大佬 杜爾 這個消息出來 那麼杜爾到底是何許人言 杜爾他之前代表過 這個共和黨參選過總統 他那時候對手是克林騰 他是屬於比較老一代的 跟雷根那個世代比較接近 那其實你能找共和黨大佬 現在不多 為什麼 共和黨很多大佬選舉的時候 跟川普都切割 好 所以像最近這個上次 也是代表那個選舉的龍尼 他也是跟川普之間 最近才在那邊要和好 那可是我覺得要提醒一點 就是說華盛頓結構是這樣 白宮外面這幾條街 什麼K3上面都是公關公司 然後杜邦舌口那邊 全部都是智庫 所以最重要影響他們政策 大概就這兩塊 那公關公司 最重要是國會的遊說 跟行政部門的接觸 那因為川普還沒有 就是直接就職 他現在大部分時間 都還是在紐約 那這時候你怎麼是 接觸到他的團隊 就可能蠻重要 所以我覺得 如果真的有公關公司安排 主要應該是接觸他的團隊 就是了解一下 他們未來的方向 他這邊講到 因為一通電話不是隨便打 不是說我們約好 什麼時候打電話 我就打給你 之前應該有些作業 可是我覺得也不要忽略掉 我們代表處的努力 因為我們代表處在那邊 也算有一定的規模跟投入 就是大家都覺得說 其實駐美代表 搞不好他的權力跟影響力 不會比輸這個外交部長 因為什麼 因為這個直接在美國做運作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美國政治的一個型態 所以我們要了解就是說 透過公關公司 過去有沒有這種例子 其實李登輝時代有 陳水扁時代也有 那是不是透過過去 共和黨的這些友人 比如葉子 就是這個葉萬輝 其實他就是一個很典型的 其實民進黨在陳水扁時代 跟共和黨關係很好 我得要這樣講 那時候 小布希 對小布希的時候 陳水扁那時候還跑到紐約去 那我們等一下還會講說 這一次小英去中南美洲 那到底是東岸還是西岸 是 是休斯頓還是這個紐約 紐約 如果紐約 那就大條了 為什麼 因為川普人才在紐約 川普的訊息是東岸 對 是西岸 那西岸就代表說 他低調一點 那去東岸 那故事又不一樣 那你要做這些事情 很多東西 其實對尋求國會議員支持 可能都不是代表處可以直接做 因為你是外國政府在那派駐單位 所以有很多規範 所以很多時候透過公關公司去遊說 搞不好還更有效 不過這個是 我們不能說它是常態 可是台灣 我們這邊可能要理解的 這是在華府的運作裡面 其實有一些這些邏輯在那裡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包括這個前駐美代表陳建仁 他也是非常資深的外交官 他怎麼說 他說川菜熱線有稅客嗎 其實他說台灣對美遊說 每年是花百萬美元 他特別點到 就是這個前外交部長 以及我駐美代表陳建仁 他說不僅台灣 包括中國大陸 日本等國 在美國都是請公關公司 進行政治遊說 每年付出的費用都遠高於我國 那麼駐美代表處 請公關公司約8到10間 那麼每年預算 就從數十萬到數百美元不等 陳就指出 他曾經在美國工作過很長一段時間 經驗累積讓他可以判斷 哪些公關公司是真的有能力 哪些則是虛吹 那麼有些能力高的公關公司 收費當然就比較昂貴 身為這個國民黨的這個 文化副作者 這明顯你以前其實也是跑外交的 怎麼來看 就是說現在這個時間點 傳出所有公關公司介入 然後這個是花錢買的 我先講個小故事好了 我以前跑過外交 我覺得台美互動 因為斷交之後 其實互動就比較敏感 AIT剛好台灣的時候 那時候AIT的官員 因為很多都是卸任外交官 在轉到AIT 他不能直接到外交部 所以雙方要見面的時候 都會選在中間點 那個地方就說 靠AIT跟靠外交部一半一半 就這麼敏感 你看到現在雖然台美沒有 大安神明公園 選擇嘛 就選擇在中間點的一個餐廳 會面嘛 是這樣 就是雙方都不願意 不願意各讓一步 我靠近你AIT一點說 我台灣好像比較 就聽你美方的 就是有點這樣拉鋸 那你看現在AIT的官員 都直接到那個外交部去了 所以我覺得說 台美雖然沒有邦交 可是維持一個相當友好的互動 那我們過去像班老師講的 我們有很多拉幣 透過一些公關公司 卡西黎是一個嘛 那葉煌輝老實講 過去外交部抖內他也很多 我看過公文 我都 你看過公文啊 我看過有一些外交官在講 葉煌輝過去幫我們研究六項保證 我們給他抖內也不少錢 所以是這樣子嘛 就有 那就是藍綠接燃就對了 都一樣嘛 因為在沒有一個正式邦交情況底下 你其實老實講 我們可以見到那個國務院的 就是見到亞太 所以 你必須要透過一些惡鬼的管道 包括學界 你包括華府的一些相關的 那些相關的智庫 必須你跟美國維持一個友好關係 其實外交是一致的不分藍綠 那只是說你接下來 台美是說傳財熱線之後 有沒有真的實質提升關係 接下來可以有幾個觀察指標 你蔡政府已經宣佈派游席去出席 川普的就職大 inauguration 那你接下來實質的 譬如說外交國防的一些相關合作 有沒有提升 蔡英文過境 這是第二次 第二次你看也沒有過境到東岸 顯然是新政府還維持說 比較一個低調 Loki的一個情況 我們的五大首長不能去DC 你看國防部長 外交部長 還有政務總統 還有行政院長不能去DC 過去幾年來 包括國民黨要持續推動突破了 沒有辦法 現在顯然說 如果新政府要突破台美關係 是不是從實質了 有一些這些指標可以去突破 從這些觀察 至於說川菜熱線完 老實講高興幾天就好了 接下來有沒有實質突破 台北關係實質的進展 這才是比較重要 好 我來先唸一個最新訊息 然後請趙浩來回應 就是有關於這個 川菜通話之後 駐美代表處與軍火商合作 是達正嗎 讓川普接聽來陌生的來電 這個是外交人士透露說 這個蔡川通話的起 因為華府遊說團體 與我駐美代表處的接觸之後 美處負責第一線的運作 斡旋過程向國安會有回報 但是國安局跟民進黨中央事前是不知道 那麼昨天在立法院當中 國安局確實說他們並不知道這個 所以說這個又是跟軍火有關了 又是這個所謂軍火的意義 我想這樣川菜通話之後 我們當然知道 我們不能天真的認為說 台北關係就從此一反風順 然後很大的突破 但是我們必須講 這絕對是一種正面的一個契機 那我們要掌握這個契機在論述 或者是在增進台美之間的關係 或者是台海之間的這樣的主權的論事當中 我們要掌握這樣的契機 不過當然還是要步步為隱 這也包括你看出我們蔡英文總統 明年一月要出訪 但是到現在過 是不是會過境美國 或在哪個地方過境它之後 採取一個比較低調的一個方式 因為這個不是我們單方面的意識嘛 必須台灣跟美國之間 必須要這兩個就降落的地點 過境的地點要取得一個合議之後 他才會對外的做一個公佈嘛 那另外我相信自從川菜的 我們包括剛第一手消息出來的時候 第一時間出來的時候 我們還看見還有一些媒體 連在這麼簡單的英文翻譯的時候 他都翻譯錯誤啊 所以我覺得現在如果有一些媒體 他在過度的解讀 這是不是跟金火之間的買賣等等 有這樣的連結 我覺得這個都不必要這樣過度的揣測啦 因為這是我們國家在外交體系上的 一個突破的契機 我覺得大家應該放棄這樣子 放下政黨之間的這樣的成見 大家一心的未來台灣的外交突破來努力 另外再提到就是說公關公司的問題 其實不只是說我們跟美國沒有邦交 所以要透過公關公司 剛剛那個報導裡面講得很清楚啊 連日本或者中國大陸 他們都還是要透過公關公司 有人就說這個星級某種程度是不是 因為這就是美國的遊戲規則 因為有些行業是只有美國才有啊 我現在這個遊說變成一個公開化 而且變成是一個企業 變成一項生意 這只有我們目前看起來 就是美國他做的最有軌道嘛 最有紀律嘛 最徹底 所以這就是美國的遊戲規則 所以我們不要太在 好了就算啊 而且總統府已經否認說 他有花了400多萬來完成這個通電話 就算我們真的花了一點錢 在公關公司 然後達成在外交上的突破 那我們還要講 我們還要對這些政府 行政者 我們要給他掌聲啊 表示他做了一件好事情 做了一件好 為把這個政府的投資 做了一件好的投資嘛 所以我覺得我們看待這個 這樣的一個台美知識人關係 應該用這樣一個比較健康的方式 來看待他 好 那麼有關於這個范老師 包括剛剛我念的說 這通電話代表的是某種程度 就算說這個公關公司角色不是那麼重要 但是軍火商的角色被點出來了 而另外包括這個華盛頓郵報說 川普啊 如美版的金正恩 他說呢 美國的華盛頓郵報 昨天一個評論指出呢 就是 川普還沒有上任 就搞砸了最重要的外交關係嗎 那麼是指說這個川菜通話 不見得是造成美中關係危機的引爆點 但是川普啊 接下來在推特上的發飆的推文 卻讓他成為美版的金正恩 搞砸美國的亞洲政策耶 所以是這樣子嗎 我想華盛頓郵報他有他的立場啦 他從選舉以來 他是非常保守的 而且就是 本來就是不支持川普的嘛 所以他當然現在毛起來罵川普 我覺得其實不能這樣講啦 那川普他有他 我覺得他還是有他的戰略 而且他周邊的這些幕僚 其實基本上來講 還是有他們的想法 那現在來看起來就是說 川普讓中共是最憂慮最擔心的 為什麼呢 除了因為他才覺得是一個 經濟的一個保護主義 所以我們看到 最近這個 像他 川普這樣 他跟這個 日本的軟銀公司 總裁見面 然後準備日本軟銀 要到這個美國去投資 然後 加上誰 加上就是郭台銘 那郭台銘也說 他可以把這個 Apple手機的這個製造的工廠 直接搬到美國去 他已經都機器人了嘛 所以這個對於未來中國來講 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還有就是他要科增 中國這個所謂的高的 40%的關稅 所以這是中國最緊張的地方 所以看出來他是非常清楚 另外 他為什麼要透過跟小英的這個 通電話 其實這個東西我們知道 不是很多大陸人說 你們台灣在那邊嗨嗨什麼 不是我們在自嗨耶 是全美國的媒體都在非常關注 全球媒體 是 消息不斷不斷的出來 我們每天都有最新的 美國媒體的報導 可以來告訴大家 但是川普他要展現就是 我跟過去的領導人不一樣 我不要我接誰的電話 或我要做什麼事情 就要跟你北京報備 我不需要 所以他要樹立 是一個這個 雅太的典範 是 那這個典範 他可以找很多國家 他可以找福利民 可以找日本 可以找韓國 他為什麼找台灣 當然台灣的關鍵是最重要的 是 你知道美國關係 最敏感最關鍵 還有台灣問題 所以這也凸顯出 我們台灣的一個重要性 所以有時候 我們真的不要妄自菲薄 但是我們也不要過於樂觀 對 當然這還是真的 他美國的國家利益 只是說因為現在台灣 或者是蔡英文政府 跟川普的國家利益 是結合在一起的 等於說我們是相向而行的 我們要搭這個順風車 這個對我們當然是有利的 另外所以我們看到就是說 川普他現在周邊這些 幕僚 基本上都是 第一個 非常右派的 傳統的共和黨建制派 而且是非常親台 甚至是非常反中的 所以你看為什麼王毅 接完到電話 跟這個 知道這個川賽會之後 到目前為止 中國大陸是非常克制的 嗯 王毅也是講了一句話 這台灣小動作 是 為什麼 他也不曉得 川普下一步會怎麼做啊 川普現在的確啦 他會讓外界覺得 他下一步騎怎麼走 會覺得難以捉摸 但是這也表示什麼 他讓他的敵人 永遠不知道他會做什麼 是 充滿了一個所謂的這個 不確定性 那麼敵人也就會比較 有謹慎一點 對啊 你會覺得一切都順其自然 因為如果王毅罵川普說 這個怎麼違反一眾議員 那川普趕快明天坐飛機來台北 怎麼辦 所以果然是美版金正恩 聽說他的子女要在桃園 這個 蓋飯店 太多啦 蓋飯店對不對 他趕快親自來看 做專機喔 空軍一號嗎 他現在還沒有當總統 怎麼做空軍 他自己有專機啊 他還不做他的空軍好 好我們來看一下 包括這個美國媒體說 川普向蔡英文有強調過 美國經濟是最優先考慮的大事 而對於我們剛剛所討論的這個 對美遊說的部分 外交部就說了 杜爾是台灣長期重要的友人喔 來 時期怎麼來看 杜爾的確是長期這個很重要的一個友人 但是 這一次好像不是他鞠躬最大啦 坦白講 我的了解是這樣 所以這個消息 包括這個美國司法部的這個文字 也不全然正確 對大家都在猜 對大家都在猜那個是誰 這些人或許都有影響力 但是我會認為最有關鍵性的那個推手 其實還是佛納 為什麼是佛納 是因為他是共和黨全委會的主席 他整個在過大選的過程當中 是扮演那個那個那個統治的 統哭的那個角色 很多共和黨大佬看川普覺得很不爽 然後就被他們被川普給惹毛了 然後就離他遠遠的然後不服選 這個時候就是靠佛納去串起來說 還是回歸到這個團隊當中 幫他幫共和黨打贏這場戰 那所以佛納的角色上面的確是重要 而且還蠻對川普來說 是是一個極為倚重的一個對手 那他跟台灣的關係 他跟民進黨的關係 坦白講也還蠻有交情的 所以在當時他來選台灣總統大選之前 他來到台灣的時候 然後國民黨就說沒有啦 那個就是來募款的 其實某種程度是惹毛了他的 他就覺得我明明就是賢命來 可能做一點關係來做一些溝通的 結果被你們國民黨講成說我是來要錢的 這件事情實在是對他們對他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羞辱 第二個是公關公司到底有沒有扮演角色 我的了解是在這個通電話的事件當中 並沒有公關公司辦理的角色 為什麼是因為美國有遊說法 所以公關公司每一年都得要上網 去跟美國政府申報 他從哪邊收到了多少錢 然後他的服務項目是哪些 那所以這筆14萬美金 好像是台灣從5月份到10月份 付給他的一筆公關費用 所以這是一個透明公開 因為遊說法就規定你必須要公開透明 所以5月份並不在這個14萬的服務當中 而且他的服務項目也並沒有一向是 讓川普接電話 沒有這個服務項目嘛 那第三個是我們用常識來想 如果今天14萬美金 可以讓美國總統通電話 你覺得過去這些年37年來 台灣付不出這14萬美金嗎 付得出來嘛 所以重點還是那個人願意接電話 所以重點是說 這一次民進黨政府的確跟川普的團隊 是有對口 是有人可以接線頭 而這個線頭是有效可以通到川普 並且雙方是獲得 是都有信任基礎的 這件事情才是對台灣最大的意義 以後如果還需要 美國做什麼樣子的幫忙 或者是這個遊說的時候 知道找誰 而這些人可以通到 是誰 對嘛 那個東西才是對台灣最重要的一個關鍵 徐明老師手上就有一份這個 剛剛講到這樣的文件 這是好像是在這個 周遇寇的臉書上面公佈的 就是剛剛這個時期講到的 是不是有關於這個公佈的部分 對他其實講的就是台北 經濟跟文化這個代表處在 TECO 然後這是關於這個參議員 杜爾的 然後做下面哪些這個 就是說從事哪些活動 幫忙做哪些活動 我的意思是說 他是前總統的候選人 那在共和黨裡面有一定的地位 那他現在有個law firm 就是說他有個這個律師事務所 你知道在那邊律師事務所 不是打官司而已 很多時候就是做拉比用 所以我覺得這些活動也蠻正常 這是COCO他的獨家 那這是所謂講的14萬 可是他這個14萬裡面講的一些活動 其實並不包含這次的通話 就不包括打電話就對了 他又包括這個 他裡面有講 那是額外的嗎 對了解到GOP的platform 就是他們整個共和黨 其實我覺得他講的比較像是選舉的時候 共和黨在形成他的政綱的時候 怎麼去做影響跟遊說 對 比如說六項保證 雷根時代的一些東西 他講的應該是那一塊 就是說可能有兩個不一樣的事情 選舉的時候 透過杜爾這邊去了解共和黨 他的一些動態跟他政綱的行程 跟現在這個電話打成 兩個東西現在被弄成一起說 好像是一起的 那我是不清楚 如果杜爾看到這個電話 會不會打電話說 那要多收一些 因為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在美國 是有很多的這個活動在進行 有很多管道 透過民間的公安公司是一回事 那你杜爾這邊 其實這也不一定是要讓他 只是去幫忙這些活動 搞不好有些是維持一定的關係 就是維持 所以我一直在講 為什麼 約翰會角色被拿出來講 比如這樣 剛才講的就是說 其實他跟台灣關係真的很長久 從年輕的時候 後來進政府工作 那跟台灣維繫 後來他也去那個 他阿米塔吉的成立公司裡面去 他持續的跟台灣都有互動 其實我們在美國就是需要這樣的 他了解台灣 對台灣也非常友善 然後他在DC有些關係跟人脈 智庫或是這些公共公司 我覺得這樣台灣的聲音 才會傳的出去 好坤城 包括我們有個最新訊息 就是IS去爆話說 這個要刺殺川普 而且就是他就職日會選 雪星週五 那麼如果從剛剛的這個論點來看 包括范老師所講的 這個杜爾的消息出來 某種程度都是要打臉參議員 或是打臉現在川普 是這樣的味道 所以他的敵人還真的不少 我是認為說總統府已經先否認了 這通電話跟這個杜爾的公關公司 並沒有關係 而且他的相關的資料裡面 也沒有這一個額外的服務 有這通電話嘛 那其實因為這個司法部門的這個文件 這只有官方有嘛 那官方有這個文件 然後留給這個紐約時報 然後紐約時報再播出來嘛 那其實因為其實在選舉的時候 川普跟媒體的關係就非常不好 那跟紐約時報也不好 那所以說今天我認為啦 跟這個芬老師的意見我覺得相同 就是說其實在川菜熱線之後 其實誰最倒楣歐巴馬政府 因為事前沒有得到這個消息 事後要幫這個川普擦屁股 因為打來的抱怨電話不是打給川普的啊 是打給歐巴馬政府的啊 所以打給歐巴馬政府 然後他要幫這個川普來擦這個屁股 然後還要來安慰這個中國說 這個其實我們這個一中政策沒有改變啊 這一通電話不代表什麼 那所以是不是有這個可能性 把這個資料就留給這個紐約時報 然後讓他出來 所以我認為說這個應該是 這個歐巴馬政府刻意操作 對於川普這個川菜熱線這個做法 他不認同啦 可是我認為說其實這個公關公司 或許不是杜爾這一家 或是其他一家 其實從國民黨時代到民進黨時代 其實都有 但是我覺得很重要的第一個 就是台灣利益優先啊 因為其實不管政黨 就是外交很重要 尤其台北關係很重要 所以正在這一點來看的話 如果真的有所謂的14萬美金 可以打通這通電話 而且這通電話讓川普打了 打了之後又把這個電話的內容 又講出來 而且連講了三次 講了台灣總統 把這個台灣的地位 跟其他的主權國家的地位 並列一致 我覺得這14萬美金實在是太值得了 那今天已經沒有這14萬美金嘛 那我認為說 其實最重要的一個點在於說 其實我們跟川普陣營 這個總統當選人 其實已經有一個聯繫的管道了 那這個聯繫管道不是只有一個人 可能是一個team有很多人 那我們的這個小營政府 跟這個team 其實都有一個友好的關係 然後川普對台灣也很友好 所以他願意接這通電話 那表示說他未來1月20號 當選總統之後 就任總統之後 其實呢 這一個未來台美之間 這個熱線我覺得都還是存在的 那未來有關於是台灣跟美國之間 有任何的一些議題 或是有任何的一些交易 或是有任何的一些 跟中國有關係的 我認為說 有這個協商的管道在 我覺得對台灣來講就是一個保障 因為其實對這個川普來講 其實他這個拉台灣要打中國也好 他也拉了俄國要來打中國啊 不是只有拉台灣嘛 所以我認為說 這個美國的傳統的報紙 也不要再認為說這個川普 好像是以前他們認識的川普 要用一個全新的一個思考模式 來看川普的做法 好我們來看一下 包括這個川普 不只是他自己講話很嗆 可能連他身邊的顧問 講話也都很有力道 包括這個台美熱線呢 中國很惱火 為什麼呢 因為川普的幕僚直接說 他們根本就不管 中國的想法是去他的 但是呢 這個華盛頓郵報 還是華盛頓郵報 他呢他說什麼 他說川普的這個熱線是算計 那麼憂心台灣遭殃 那麼第一個會遭殃的 會不會就是 接下來一月份 這個我們的總統要過境美國呢 廣告回來更多討論 歡迎回到我們節目的現場 那麼英川熱線之後 確實讓美中台三邊的關係 產生了一些變化嗎 我們來看一下個最新的訊息 就是呢 中國的官媒說啊 美國是試圖挑起對中的戰爭 哇這個昨天環球時報呢 引述這個英媒報導評論 以一部即將在英國播出的紀錄片指出 中美引發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成為事實 因為美國總統當選川普正在動員一場 大規模的毀滅性戰爭 哇這聽起來很嚇人 不過呢包括昨天還有另外一個訊息 那就是呢 這個中國的官媒呢 中央央視喔 也持續在晚間播出了這個特戰隊 那麼裝甲車部隊演訓的話 裡面想要展現他的軍事實力 我們來看一下這則報導 背上重三十公斤裝備 徒步行軍三十公里 一天十八小時七天六夜的魔鬼周 是中國大陸特戰部隊的特訓課程 巧的是就在川菜熱線 美中台三邊關西緊張之際 官媒央視公布特訓畫面 不免讓人多了聯想 訓練地點就在廣西 特戰員必須適應複雜的山地 裝甲步兵班八分鐘完成彈藥填裝 裝甲車還得通過重重地形障礙 進攻目標 所有的條件構設 都是模擬真實的戰場環境構設的 對我們駕駛員的駕駛水平 戰場反應能力 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就在川普推特嗆中後 中國大陸官媒央視 一連公布兩項訓練畫面 秀機位 議員後 曾學秀好 台北報導 就民委員 我們怎麼來看 就是說 包括現在對岸不斷地用這個 所謂軍事肌肉的展現 包括之前我們討論過嘛 這個共軍的飛機 就是繞行台灣好幾圈 包括昨天的這個所謂 陸戰部隊的裝甲車的部分 而且呢 現在有個最新訊息是說 是不是因為中國的施壓 所以蔡英文過境紐約才生變 我們來看一下這事 中國外交部昨天在回應 路透社的書面聲明中強調 台灣領導人在美國過境 真正的目的不言可遇 中方希望美方不要同意她 就是蔡英文的過境 也不要對台獨勢力 傳遞任何錯誤的訊息 話都講得很強硬起來了 對 不過我要提一下 現在過境不是川普可以安排的 現在是歐巴馬 歐巴馬對台灣態度 其實本來就是不是很關心 我們過去八年 其實他對台灣不是很關心 也沒有不友善 對 沒有不友善 可是在他的雷達裡面 古巴搞不好對他比較重要 台灣沒那麼重要 所以我意思說 所以這個不能從川普跟小英的熱線裡面 來談這個事情 可是我會覺得說其實 因為目前已經在風頭上了 如果不走東岸走西岸 其實搞不好也是一個降溫的好事 對 只要持續維持關係 然後甚至不要了解川普上台以後他的意向 因為他還有四年的任期 我想那才是重點 不過中國這些反應 《環境時報》聽聽就好了 真正是比如王毅有沒有講出什麼 逞兄鬥狠的話 我覺得那比較重要 那才是大人講出來的話 至於你看到這些解放軍 其實我們搞不好可以放那什麼東風飛彈 四枚到六枚一起齊發 他東風飛彈不是打我們 他是叫航母殺手 他主要是要打美國的這些航空母艦 所以我的意思說 兩邊之間這種絞勁應該會有 那我也不認為說 川普他們那邊沒有準備 現在只是說 到底他想要達成什麼效果 他想要跟中國要什麼東西 然後談什麼 不過我常開玩笑說 在美國選舉的時候 如果總統候選打給你 絕對是跟你要錢的 跟上募款 是 那總統當選人打電話給你 一定還是也有代價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也是台灣要去看清楚 到底 川普對於未來政策裡面 他怎麼把台灣定位在哪裡 那我想葉萬輝來 他未來應該是insider 那我們可以透過他 比較了解他們的想法是什麼 好 來 陳范老師其實大家想要問的就是說 這個所謂的環球時報寫得很兇啊 現在感覺上 接一通川普的電話 會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意思 環球時報 這個大陸人是拿來看是來當消遣的 絕對不能拿環球時報當真 他的 因為大陸現在報紙也有他的銷售壓力 所以他那個是給那種所謂的 極端愛國主義者看的報紙 所以看看就好啦 那這個我覺得不至於啦 其實 我剛才講過 剛才我們上面討論說 川普會不會是 是不是金正恩 對 美版金正恩 我昨天晚上跟一個大陸學者吃飯聊天 他說他們現在最怕的就是 川普跟金正恩聯手 因為很有可能 因為川普一直說 他對金正恩想跟大家聊 很欣賞 欣賞 欣賞對 金正恩其實上來之後 他其實是走親美路線 只是因為歐巴馬不理他 因為他的大臣 因為金正恩上來很年輕 他這邊大臣都是親中派 所以他故意要跟那些大臣梳理關係 所以他也跟中國大陸關係也梳理 所以你看他殺了那個 他的那個張誠哲 是他的故障 因為張誠哲就是中國跟北韓的一個重要的人物 所以中共很討厭這個金正恩 可是為什麼還 還是援助他 因為他怕垮台 他垮台之後 到美國跟南韓這個從 到了這個三八線越過之後 那變成 美國跟中國就隔了一個壓路這樣了 所以他們會覺得那個壓力很大 可是看起來川普現在有可能 因為我們知道 川普的女兒 不是都工廠都設在這個中國嗎 被人家批評對不對 他現在可以簽到北韓 北韓的這個勞工更便宜 而且絕對不會罷工 對不對也不會抗爭 那又援助了北韓的經濟 另外呢 金正恩說好你來投資 那我就不再發展核武了 那這樣的話我南韓跟住 南韓跟住日本的這個美軍就可以減少 川普不是說我要減少住軍嗎 也達到他的目的 第三個 他已經促成了世界和平 搞不好可以拿到諾貝爾和平獎 我們看到那個歐巴馬 一上台就拿到和平獎 他也可以啊 所以這個對川普來講 是一石三鳥 但是這個東西如果真的成功的話 把北韓拉到美國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範疇的話 那誰最緊張 當然老共啊 所以老共是不敢想到這件事情發生 但是有沒有可能發生 是有可能 因為川普這個人本來他個人無所謂 不能預測 對他不可預測 而且他說 我很欣賞金正恩 他也不在乎你什麼人權問題 那這個當然就是符合 這個川普的這種實用主義 但是孤立中國又符合什麼 又符合川普周邊的這些 所謂共和黨的這些 這個新建制派的這個想法 所以一拍即合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老共最緊張的地方 那至於他現在講這個喊打喊殺 我覺得有時候就是壯壯膽 因為我們都知道 他真的有可能跟美國一絕高下嗎 不太可能 現在解放軍的能力 你看解放軍到目前 他的航空母艦就好 他的航空母艦還沒完全起飛 老美的導彈就打過去了 因為美國的航空母艦 早就已經是非常快速的起飛 所以兩個這個軍隊的這個實力 根本是差了 基本上差了大概30年到50年 所以我相信習近平也很聰明 他不會頭腦發昏發燙 反而你看他最近的低調 他是想要第一個 探這個川普的敵 第二個他還是需要尋求 跟川普的合作 當然現在我們要看什麼 就看誰是美國新的駐中國大使 這很重要 據說會找一個跟習近平 關係還不錯的 老朋友 所以我覺得雙方面現在都在較量 但實際上到未來 還要我們要再觀察 好 但是呢 這就要跟老師所講的 中國對於美國是很克制的低調 但是對台灣是不是就開始施展 所謂的報復跟施壓 包括我剛剛念的這個環球時報 甚至於包括這個 蘋果也講了 這個大陸方面施壓美國 不要讓蔡英文過境 而環球時報就憂心說 這個川柴熱線是算計好的 但是倒霉的會是台灣嗎 包括這個外交的專欄作家 迪森他前幾天在華郵就說 川普一連串動作是經過精心設計 用心是告訴中國 川普政府不會對北京當局卑躬屈膝 中國把美國呼來換去的日子已經結束了 但是問題是他會怎麼樣 他是不是就是會讓台灣來難看 包括蔡英文總統不能去紐約的部分 會不會就是包括連過境都不會過境 我想川普這一連串的話語或者是他的動作 包括跟台灣的通電話 包括說他做什麼動作 為什麼要問中國的意思 中國人民幣升值也沒有問過他的意思 我相信其實川普還有他的幕僚團隊 是在建立嘗試建立一個新的規則 這個規則就顛覆以前說 在美國的對外的政策 或特別是在亞洲政策裡面 要時時刻刻要注意中國的態度一樣 他想要建立一個新的規則 但是我們當然要觀察 這個新的規則 是不是會如川普所說的 一直往他的自己的意思去推展 當然我們也還是不能太樂觀的去論斷 不過我們可以說這是一個新的契機 因為川普他衡量的所有的利益 雖然他有他獨特的人格特質 但是他畢竟包括他的幕僚 所想的還是以美國的利益為主 那至於說中國會這個時間 他不敢 他中國也不敢去得罪美國 因為川普的特意獨行 事實上是由一個美國強大的國力 在做支撐 如果他沒有那麼強大的國力 他做什麼動作也不太會有人理他 他有一個強大的國力 在做支撐的時候 那中國當然會跟他 還是要觀察他後續的動作是什麼 他也怕太刺激川普 等一下川普本來講一講 他本來是說講三分 就你一刺激他他做了十分 所以中國他現在只能對 找台灣來出氣 其實應該這樣來看 即便沒有川普這些話語的話 他打壓台灣的動作 事實上是都沒有停過的 台灣每一次要 總統要出訪 如果有過境美國的需要的時候 他沒有一次說他不用去阻擋 或者阻擋或者是說要過境的地點 也要跟他商量等等 這也是我們要非常的謹慎 小心來應對的每一個動作 包括我們看到 蔡英文總統他現在對過境這件事情 他也保持一個比較低調的方式來處理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謹慎的一個做法 也符合我們國家利益的一個做法 因為畢竟過境與否 還有過境的地點的挑選 也許外界有解讀他 在外交上有他的 有一個象徵的意義 但是我覺得 但因為在牽扯到台美之間的 彼此的互動跟互信 我覺得應該還是由總統來做總統府 做最後的宣布跟拍板定案 好 為什麼我們會持續一直在討論 有關於鷹菜 鷹川熱線 主要就是因為他 美中台的關係很微妙的持續 每天都有新的訊息在變化 包括大家來看一個最新的訊息 這是美國紐約民主黨的綜藝員 埃略特他接受了 美國之音的訪問的時候 他說什麼 台灣人民完全有權期待 美國保護他們 那麼美國不應該不管台灣人民 他說什麼 他覺得 決定自己的未來前途 不是台灣的天賦權力 所以說 一方面 對岸 中國在打壓我們的總統出境 講出一些狠話說 你不要記帶 但是另外一方面 美國連民主黨的議員 都來聲援我們 所以說 這個明顯 怎麼來看 我覺得說 如果蔡英文過境的話 基本 美方的立場還是基於安全舒適跟尊嚴的情況 我不認為說 連蔡英文過境 他都要 美方都要跟北京商量 我覺得這過去已經 因為包括阿扁還有李登輝 甚至已經建立那麼多模式了 我覺得美方這種事情不會跟北京商量 第一個 我覺得說還是台美之間的互信 如果台美關係互動好的話 過境當然待遇就提升 就是說阿扁那時候 台美關係很好的時候 過境可以到德州吃牛排 去看大力門棒球 後來台美關係降溫的時候 台美關係不好的時候 阿扁過境只能去阿拉斯加安克拉治 甚至阿扁說不下飛機 還講說 我不方便不舒服 沒有尊嚴 也有那種情況 早期 甚至台美關係比較緊張的時候 1994年李登輝過境下飛機的時候 連AIT理事主席都來接的時候 李登輝就穿著睡衣在飛機上 他講出他不下飛機 也有那種情況 那像馬英九早期在第一任的時候 他過境的時候 他就比較low key 採取低調的情況底下 他就不爭取 不主動爭取過境東岸 到後來台美關係比較穩定 互信也好的時候 後來馬英九就過境紐約 所以台美關係 你還是要建立一個互信情況底下 我覺得還要逐漸 那這一次一開始媒體傳出 說蔡英文要過境紐約 總統也沒有證實阿 所以後來傳出說府房比較 我覺得說老實講 因為我們都出房那麼多次 其實我們過境美方 大概採線團一個月前就出發了 所以老實講現在其實 國安局的特勤早就出發了 所以應該都知道 其實時期有比較有內幕 老實講過境哪一個點 其實都知道了 那一開始過境紐約是誰放出來的 還是外交部故意誤導 還是媒體自己的猜測 老實講有一些我們過去 跑新聞也是這樣子 過境都是一種最機密的地方 那我們都在猜過境哪裡 老實講特勤 採線團出去之後回來就知道了 那我覺得那有些訊息 不要亂猜 那如果訊息錯誤的時候 總統也要第一時間趕快出來澄清 不要人家誤判 還是說反向操作說 原本就沒有過境紐約了 然後最後 最後反向操作是北京打壓 我覺得外交很多訊息 真真假假 我覺得很多訊息 不要做反向操作 有沒有被打壓 總統也要出來解釋清楚 好來時期要幫我們好好解析一下 包括其實大家現在都猜 波士頓 還是舊金山 還是紐約 那麼到底這些城市 所代表的到底是一個方便 比如說要去的地方 最方便的 最近的 最舒適的距離 還是說其實它真的就是一個 美台關係現在的所謂溫度計 我覺得現在在討論說 蔡英文過近的地點 然後就可以判斷美台關係的溫度 其實的確不太對勁 因為1月20號 川普他才要真實上任 所以現在仍然是這個 過境的時候還是歐巴馬政府 那通常我們 跑新聞的時候會判斷說 感覺離華府越近 就是台美的溫度 越升溫的地方 你如果在本土以外 那就是兩邊降低的這個溫度 降到冰點 到冰 零下 對 就零下了 我覺得這個事情應該要 比較有脈絡來看 就是說 當川普跟蔡英文通完電話之後 雙方的反應是如何 川普還是拼命的在那邊 這個推特上面 不斷的發文 但是他的發文 不代表是歐巴馬政府的立場 而我們這邊的立場是什麼 看起來 蔡英文的這個團隊 是還蠻熟的 還蠻低調的 譬如說 蔡英文昨天 在跟很多美國的記者 他們組了一個團 來跟他見面 然後他 在跟這些美國的記者 講話的內容當中說 我們通力通電話沒有錯 但是 這不代表我們的政策 有任何的改變 也就是說 他盡量的把 跟川普通電話 這件事情的 這個 這個 影響壓到最低的感覺 也就是說 他沒有拿出這個東西 來炫耀說 你看我屁股都翹起來囉 你看美國人對我超好的 這個川普 未來跟我們 恐怕是有很多很多合作 就是沒有說 給你三分顏色開染房 那某種程度 這樣子的克制 其實也是獲得 美國未來新團隊 信任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那所以 蔡英文會不會借著說 你看我跟川普的關係很好 所以你歐巴馬也要買他的單 然後去衝撞歐巴馬說 你要給我到 靠近DC的地方過境 我不認為會這個樣子 因為看起來 他是把這件事情 盡可能的低調 實質能夠獲得 台美關係的進展 這才是 蔡英文要的 那 有沒有必要在明年初 就這個 到紐約 對 就不可能過進華府 台灣的總統 通常不會 對 不會被允許到DC 會不會過進紐約 我其實不會這樣子看待 也就是說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 你每次過進美國的那個城市 有很大一個因素是 是台橋 也就是說 你必須在你的任期之內 照顧到各點的台橋 也是要尋一下 對 你都要尋釋一下 就是你不能只偏西方 或者是只偏南方 就是這個對台橋 其實當地是會有一些怨言的 不過我覺得 只要他在這四年當中 可以 跑到紐約去過境 其實我覺得都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譬如說 以前我跟阿扁經過紐約 過境紐約 然後他在那個地方 因為通常台灣總統 都只能被關在房間裡面 然後有人來跟他打招呼 你完全不能有公開活動 可是阿扁在那個地方領了人權獎 那個超盛大 就是那麼漂亮的一個大飯店裡面 一個盛大儀式 說那個東西 其實的確是一個外交上面很大的得分 那馬英九也經過過 也過境過紐約 那我覺得其實都是台灣跟美國 有互信基礎的一個很好的一個展現 那我當然也期待說 蔡英文不一定要在明年一月的時候 過境紐約 但是你這四年當中 因為你扎扎實實的在做台美關係 你也應該要展現出 你做這些事情的成績出來給大家看 好 台美關係呢 透過這通電話 大家會覺得好像對於未來 是比較有進展可期 但是另外一個大家關注的部分 就是對岸中國 除了軍事部分 包括了以傷逼陣的部分 也昨天我們討論過了海霸王 那麼現在有個新的意識 新訊息傳出來 那就是什麼呢 一張紙露線 露了什麼線 郭董要吸軟銀 是日本的Softbank 軟體銀行呢 在美投資 而且傳 鴻海你 投資超過2000億耶 那麼我們知道其實 在川普第一時間當選的時候 他所見的第一個首相是誰 是這個所謂日本的首相 安倍晉三 所以這中間是不是透露出了 有所謂的台日聯手 那麼一起要前進美國 來對抗中國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回來更多討論 歡迎回到我們節目的現場 那麼對岸共軍呢 其實如果說他以這個共軍 來擾亂台灣海峽的部分 從2013年到現在 其實已經有七次了 我們來看這則報導 解放軍轟炸機活動頻繁 轟6K轟炸機能發射長程飛彈 造成嚴重威脅 不僅讓日本大圍緊張 上個月更大動作 直接繞台灣一拳 我們掌握到其實不只這三次 不只這三次 那這每一次都最多 只有帶防空識別去邊緣 沒有進到我們的空間 國防部證實 共軍戰機首度繞台灣飛行 11月25號 共軍轟炸機偵察機和運輸機 一次四架 從巴士海峽繞行台灣東部外海 兩架蘇凱30從北部海域通過 機隊會合後 折返南北包夾繞台灣一拳 2013年開始 持續進行到今年 今年從3月5月到目前為止 大概至少有7次 立委質詢更爆出 共軍戰機 光是今年就連續三個月 侵擾台灣附近海域 2013年起 總計高達7次 挑釁行徑越來越大膽 戰機起飛直衝天際 對岸新聞報導 還說解放軍戰機繞台 威懾台灣耀武揚威 讓兩岸情勢瞬間升威 那以現在高速飛機這麼快的速度 其實它要進入識別區 或採取一些敵對性的戰術作為 其實這個時間是非常非常的短 中國自吹自擂認為是解放軍 新的里程碑 雖然航道沒有入侵台灣防空識別圈 但國防部嚴陣以待 射程200公里的天工飛彈反制 已經在東部部署 共軍只要入侵就會遭到威脅 但解放軍機繞台灣有一就有二 連軍方都說將會是常態 對台灣的威脅 只會與日俱增 三新聞題的人 翔夏孟哲 台北報導 好 中國對台灣的軍事威脅 這不用說了 大家以前討論的飛彈也沒有拆過 而有關於商業的部分 我們這幾天也在聊到 台商前進中國 很容易一個不小心 就從這所謂黃鞍們的 這個所謂 不論是查稅啦 查各種制度之下 可能就變成所謂周子瑜第二 所以大家都很擔心的狀況之下 那麼現在有個新的訊息傳出來 那麼就是大家來看這張照片 這個是CNBC 他所公佈的就是 這是Softbank 日本軟銀 這是富士康 所以現在是跟日本聯手 這個郭台銘要前進美國來進行投資嗎 而且這個訊息 還是獲得了川普的所謂的證實 范老師怎麼來看 對 就是說 川普一直強調要擴大這個就業 所以你看包含這個開地冷氣 他本來要移出 他不要不能移出了 那他也同意了 可以保留工作機會嘛 那他這次這個軟銀是說呢 他可以創造大概三萬個 不只是五萬個工作機會 所以這個當然就是說 對於川普來講 我覺得他真的是蠻厲害 就是說他還沒就任 他就一直在釋放出這些 所謂的正面的訊息 我覺得這是蔡政府 真的現在要注意的就是說 你要心力 你沒有心力的話 大家會覺得 那你上任來半年 你為台灣帶來什麼東西 那所以你看川普他很聰明 他還沒有就任 他就一波一波的 我今天去拜訪哪個企業家 然後他願意留在美國生產 我又去哪些人來投資 那大家就會對你有信心嘛 經濟學其實說實在就是信心嘛 所以我對你有信心 那這個股票就會上漲 所以你看現在為什麼 全世界的熱錢很多都往美國去集中了 因為大家覺得 或許川普上來之後 他在這個經濟上的確是 會把美國帶起來 所以大家就對他產生了一個信心 那這個情況之下 他就可以把他的視照起來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川普這次他跟這個Sought Back 我覺得這樣一個結合 當然從日本來講 他當然也是非常高興的 因為我們知道 一開始這個日本很擔心 這個安倍很擔心 川普會不搞TPP 但是現在感覺起來好像 他說他不搞TPP 但是現在很多人會改個名字 但是那個本來講TPP 是那個Trance Pacific Partnership 把那個Trance把它改成川普 那這個東西變成怎麼樣 就變成說換湯不換藥 那為什麼 因為基本上來講 TPP這個東西 從這個美國來講 其實他們算 他們後來有去做整個的延判 其實對美國不定的是不利的 是 而且我們剛剛美國川普身邊這些 像這個 他的白宮幕僚長普博士等等 都是極右派 他們不可能讓這個 這個所謂的中國 在亞洲地區 把用的這個整個經濟一把抓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來就是說 未來講這個TPP會不會 開始附中 我看也未必 可能改個名字 那另外繼續推動 所以日本現在看起來 是比較放心的 在這情況下 如果說川普跟日本 能夠在經貿上合作的話 那加上就是未來的整個 這個TPP的發展的話 我想這對台灣也是有利的 好 坤先生 可是我好奇的就是說 我們知道這個 郭台銘主要的企業總部 是在新北市嘛 但是他很多的工廠 是設在中國啊 像這樣的一個訊息 在這個時間點 又被點出來 那麼中國不會想要報復這個 比如說台商 或者是包括 會不會這個郭台銘 就首當其衝 為什麼會是郭台銘咧 應該不會啦 因為這主要是這個 軟銘的總裁孫正義 去找這個川普嘛 然後說 我在這邊 在美國有投資喔 而且這個投資這麼多 又可以增加美國 這麼多的就業機會 那只是說他投資計劃的 這個策略夥伴裡面 有所謂的這個富士康 有這個郭台銘嘛 所以我想說 就整個計劃來講的話 還是以這個孫正義的 軟銘為主啦 那當然這個 就郭台銘來講的話 他也是做一些 這個風險的分散 除了在這個中國 有生產線之外 他也承諾了這個川普政府 未來在美國會加大 他們的投資喔 然後幫這個 美國這個 多一些這個工業機會 因為其實 在川普在 在競選的時候 他拿下很多州 那些州所謂的搖擺州 為什麼後來都投給川普 就是川普承諾說 我會在這邊 這個為你們製造這個 工作機會 幫你們留住工作機會 然後會把這個 一些海外生產線 把它再移回到美國來 那當一個海外生產線 一個生產鏈 要移到這個美國去喔 其實這個工夫 也是很大的一個工程啊 因為這個一個手機裡面 也不是只有這個 紅海而已嘛 他還有很多公司啊 那整個生產鏈 是不是都能夠移到美國去 然後要花多久的時間 我想也沒有這麼快的時間啊 那所以說這個 紅海要移過去了 可能現在目前來講 應該不是所謂 這一個手機的生產線 而是他願意在美國 多增加一些投資 然後讓這個 川普政府認為說 這個其實郭台銘 也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合作的對象 然後就這個 這個郭台銘 在這個中國生產線 來講的話 他當然也希望說 有一些分散到這個 美國去之後 他在這個 中國的壓力 是不是能夠比較減輕啊 因為其實這個 就這個 川普這個非典型的政治人物 來講的話 他真的或許會說到 會做到 就是說真的希望說 把這個生產線 能夠再回到這個美國去 讓這個美國人 有更多的工作啦 那我想說 這一點就這個 郭台銘來講的話 他算盤也是打了很近嘛 我在中國有 然後在美國也有 兩邊都壓 對兩邊都壓 然後這個延續他這個 整個這個生產線嘛 那我認為說 這個跟這個 川普就跟郭台銘一樣嘛 就是生意人 所以這方面我覺得 算得很近啦 那我是覺得說 就台灣來講 其實也要注意 就是說我們是因為 譬如說像郭台銘 或是其他這個製造商 我們把這個生產線 移到中國去之後 造成這個台灣的這個產業 我們說空洞化 所以製造業移過去之後 其實最明顯的 也就是我們的這個 失業率會增加 那就算他以後 移到美國去之後 對於台灣的這個產業 也沒有實際上的幫助啊 所以小營政府 未來要做的 就是除了真的 像范老師講的 除了除了除幣之外 真的信力是很重要 我們這個 與其再看說 這個一些商人 跑去跟美國的川普打交道 希望說把工廠 移到這個美國去 那為什麼 我們也應該要檢討 我們的這些政策 我們的南向政策 那有助於我們的 這一個製造業 這一個除了在 這個我們的南向的國家 這個能夠 繼續在發展之外 那他們有沒有辦法 再回到台灣來 也來增加台灣的 這個製造業 我覺得這很重要 當川普他可以 道德勤說也好 或是用其他方式也好 就是讓開利公司 就是我就不去中國了 我就不去墨西哥了 那我願意留在美國 那我們的這個 蔡政府是不是也能夠 讓我們一些大公司 也說好 我願意在台灣 多增加一些生產線 然後是不是台灣 能夠給我一些什麼樣的一些保障 然後我也來增加 我們台灣的那個製造業的人口 我想說 這方面也是未來 蔡政府要去努力的 好 那麼呢 有關於這個 美中台關係 因為這個櫻菜熱線 所引發的爭議 我們討論到一個段落之後 我要跟大家講個最新的訊息 那就是現在晚報說 反核實 那麼藍是三箭齊發 包括郝龍斌 他號召公投 今天早上開了記者會 而洪秀柱的時候 還要推罷免罷免誰 罷免綠尾跟萬人包圍 所以說現在 國民黨真的轉移戰場到核實 這個所謂勞基法修正案 過關了現在另外一個 新的核實戰場開始了 國民黨是這樣嗎 一粒一休的戰場 其實還沒結束耶 當然你在立保院三途通過嘛 那勞工沒有滿意嘛 勞工也說 他接下來告你民動 沒完沒了嘛 接下來呢 你看勞工他們今天早上去包圍 那個小英的官邸嘛 我覺得接下來 還是會片力瘋火嘛 那你其他戰場 行政院已經 十安辦的許補已經講說 核實就是會兩階段開放嘛 你接下來 虽然福島沒有進來 其他周邊四個縣市 包括立幕千葉 那一些還是會進來嘛 那起來還是有關 高風險存在嘛 日本政府從今年一到九月 他檢測過二十二萬件的 他們相關的食品喔 其中只有九十九點八合格 還有零點二沒有合格嘛 零點二的話多少件 四千件嘛 我覺得老師耶 不要在那邊笑啦 四千件如果你願意吃的話 你就吃嘛 那你覺得說 要讓人民暴露在 死安的風險底下嗎 這個馬英九 我這禮拜天 我這禮拜天 我去市場 你先把他講清楚 為什麼滿久那時候 很多來聯署 你先講清楚就好了 你們的支持者喔 還說 我民黨的支持者 我挺民黨 可是我來參與聯署 他們來參與聯署嘛 他不要讓子女 暴露在高風險的情況底下嘛 所以 當然 你現在 郝龍斌 還有包括楊智良一些民間人士 發動推動 公投聯署嘛 那其他 國民黨立場 從明年二月開始 當然發動罷免 民黨立委嘛 而且 民黨立委在座這兩位 包括時代力量 還有民黨立委造好 他們剛剛 推動修法通過嘛 罷免門檻降到四分之一 完全一民 很好嘛 公投 門檻比較高嘛 二分之一嘛 罷免立委門檻比較低嘛 四分之一 就可以成案 就可以過了嘛 所以 人民展現力量嘛 當 國內民調的時候 已經七成多 也是國民黨反對的 已經七成多 反對核食民進黨 現在又說人民反對的力量 你講的 以前國民黨立場 都不一樣的事情 日本自己內不做民調 八成二 反對吃核島實務嘛 那如果觀察要吃的話 讓你們講 只要吃核島實務 只要吃輔島實務 來 這個 讓這個立委 首當其衝先要講一下 來趙豪 現在包括蔡政源說 發動罷免支持 核食立委的行動 要開始割立委 這個曾經 差一點被割藍委的人 現在要開始割立委 確實他們 找到了一個新的戰場 而且這幾天 呃 可以說到菜市場啊 什麼 他們都開始在做這個 連署的動作了 趙豪怎麼看 我覺得首先我要講 這是非常吊詭啦 因為罷免選罷法的降低門檻 被明顯講說 這是一個人民力量展現 那我說非常納悶喔 為什麼在上一屆的時候 國民黨都不把這人民的力量 給它展現出來 而且要固守那個高門檻 不 這樣也只要會覺醒嘛 那我覺得你們覺醒還不夠啦 因為你說你們很勇敢啊 至少以前在那邊擋公投 在那邊擋戈蘭委 至少要出來道歉一下 對啦 我覺得你們沒有 可以加入連署吧 4分之1而已 8年幾個民黨立委 不然嗎 你們沒有真實的這樣的反省 你們過去的行為 你們只不過把現在的改革 當成是一種鬥爭的工具 也包括你們現在 你們現在所講的人民的力量 就是你們當初極力在阻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當然我們把人民的健康 一定要擺在首位 但是我們現在要討論的是 福島以外的四個縣市 是不是應該有可能比照其他 像美國像歐洲的其他的國家 有限度的在安全的檢查之下 大家能夠來討論它是否開放 我們是在討論這件事情 而且這件事情在馬英九當總統的時候 他也好幾次的公開說 是可以討論開放與否的時機了 所以你們現在所反對的 事實上就是以前你們所贊成的 你們現在反對的 你們過去支持過去國民黨嗎 你們現在的 我們支持台灣好不好 我們不會把所有的 所以你要主張開放喔 我們不會把所有的 當成是一種政治的一個工具 我們說得非常清楚 第一 人民的健康是我們所要考慮的 第二 我們一定會在有安全的檢查的標準 我們大家理性的來討論 是否比照美國或其他國家 有限度的開放部分的食品 福島是絕對不開放 我們必須要回到這個問題的本身 大家來討論 才會讓這個國家進步嘛 我再講一次 我們今天所討論的 就是當初你們馬英九在當總統的時候 第一個 過去那個國民黨下台了嘛 第二個 民進黨現在要選擇當砍架立委之後 那又變成說 開放核災食品的立委嘛 那你應該為你們過去所有的主張所道歉 我剛剛所講的是 過去的主張有對有錯嘛 那你們現在往錯的方向前進的時候 國民黨不用展現力量嗎 那你要先公開指... 你要更快譴責當初馬英九講的是錯的 沒有... 沒有... 我剛剛舉的數據了嘛 滿下立委之後之後變成開放核災食品立委嘛 沒有開放福島食品 明明七成民調反對 你們還是要贊成嘛 休明委員我們怎麼來看 包括其實上個禮拜 我們在做節目的時候 就有找到那個 發起割來偉行動的林祖儀 林祖儀就說這一屆的立委 真的非常勇敢 因為他們敢降低罷免的門檻 好 罷免法一過之後 現在換成是藍營要來割立委了 對啊 我會覺得說 藍營要不要先道歉一下 我的意思說 不是說他們不能用啦 那之前戈籃委的時候是怎麼反彈 欸 那時候宣傳還被罰錢耶 宣傳罷免還被罰錢 然後那時候鳥籠公投的時候 怎麼去反公投 那現在哇 紅斌現在要用公投對不對 然後洪秀柱要用什麼 選罷法 對 我覺得這也是他們的權利啦 只是說要不要想想看 當時是怎麼反對這些還權愚民的 那我是覺得這個也不用緊張 因為我覺得關於福島食品 周遭五縣市這些食品的問題 我覺得是要從科學角度來談 就是說到底有沒有問題 而不是說啊 這個就一定不行或一定行的問題 我覺得政府現在是提出了說服的數據 我覺得應該強一點 第二個 那吃進去的是誰在管 衛福部啊 那這兩個部會應該還包含經濟部要做 我講一下投資美國的事情 其實台灣很多大企業很敏感 像台數他對美國投資又會放大 那像中油我們在質詢的時候 他也會提到這一塊 為什麼 因為川普現在你討好川普最好的方式 不是找公關公司 最好的方式到美國投資設廠 增加他的就業機會 因為他對蘋果喊話 就說你要把你的工廠搬回來 蘋果工廠 蘋果哪有工廠啊 蘋果工廠都是郭台銘 是要代工啊 對都是郭台銘的工廠啊 那現在就是郭台銘是不是 所以郭台銘會在美國投資 我想未來投資美國會是一個新的趨勢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回來更多討論 歡迎回到我們節目的現場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晚報最新的訊息 特別要請導播來帶什麼 我們看到的是 郝龍斌今天早上看的記者會有動作 他要號召公投 而同一個時間 洪秀柱也說他要提罷免 跟萬人要來包圍圍場 為什麼會不會是跟今天的雜誌寫得有關 因為郝龍斌他說要誓言拿回北二都 郝龍斌要參選黨主席 那麼就是準備要跟洪秀柱PK 所以剛剛我們討論的 包括要割律尾等等 是不是都是其實是展望的是 接下來國民黨主席的選舉呢 來 詩琪 當然是啊 就是這件事情我覺得看得清清楚楚 為什麼呢 是因為你看郝龍斌他的動作超多的 他跑到各個市場裡面去講 要公投這件事情 但是同一時間 你知道蔡振元在幹嘛 蔡振元是黨中央的人對不對 他在手機的line群組裡面 發給國民黨裡面的同志們說 黨中央哪有這樣子的經費 可以去做這些公投等等 言下之意 黨中央並不贊成要用公投這個方式 那所以當郝龍斌這個黨的重量級人物 他已經聊下去 已經在推這件事情的時候 黨中央擺明了就沒有要支持他呀 那為什麼黨中央可以不支持他呢 因為黨中央跟他想的那個目標是一樣 他們藉著要爭取黨主席的這個位置 在各自操兵 各自在抬高自己的能見度也好 他的聲望也好 他的選票的能量也好 因為大家都要搶黨主席這個位置 所以他們都得抄兵 但是現在公投已經被他用走了 所以我不能用 那我要用什麼方法呢 洪秀柱這邊就採取了罷免這樣子的事情 也就是說 當你們在議政辭言 國民黨議政辭言說 這個日本食品啊 可能有輻射千萬不能進來 我們是為了人民的安全的時候 其實那個目的都只是為了自己的權利 就是為了你明年到底 能不能夠選上那個黨主席的權利 所以也不用把調子拉那麼高啦 說什麼為了全民的健康 第二個層次的問題是說 那郝龍斌是不是真的要選黨主席呢 因為國民黨裡面都一直覺得說 他跟吳敦義應該比較像是同一路的 那吳敦義的動作之前也蠻多的 而且他還出國 尤其是在一中同表的時候 一中特表 嗆洪秀柱啊 嗆得非常的有力啊 吭槍有力 然後他也出國去訪問 然後看起來也是 很有希望可以絞足黨主席的 那所以他跟吳敦 吳敦義跟郝龍斌這兩股力量 能不能夠相結合 這是國民黨裡面要觀察的 那也的確我曾碰到過國民黨的 年輕一輩 他們也私底下在擔心說 如果要合的話 應該要趕快談合作啊 否則再按照這樣的下去 力量就會被分散 那這個黨如果一旦力量被分成三股 那個情況就比較難以掌握 而且更何況他們這個吳跟好 共同的敵人是洪秀柱喔 而洪秀柱現在掌握的是黨中央的機器喔 什麼組織啦 然後各就是資源啦 都在黨部喔 那所以外面這兩個人 如果力量再不趁早整合的話 恐怕明年仍然會是被註解 拿去那個黨主席的位子 這對任何對這些 不管是無或是好 一點好處都沒有 好 鏡周刊說這個郝龍斌呢 以誓言拿回北二都 作為選這個黨主席的起手勢 欸 就這麼巧 國民黨的歌律委 就要從新北市開始 一個公投一個歌律委都選新北市 這中間難道沒有黨主席選舉的PK嗎 對 而且郝龍斌今天很奇怪 說他不知道黨要推動這個什麼 罷免這個事情 他這邊弄公投 這邊弄罷免 當然都是要連署 到底這個黨有沒有一致的目標 還是大家用這些所謂 直接民權的東西 其實在做是做黨內鬥爭 一定要問明顯